反正李慕璇是个死人了 太爷能不能想想办法 本周一人最新漫画情报已经更新 目前从情报来看 李慕璇应该是确认死亡了 这样的话 他的收缘算是彻底失败了吗 还是说成功了 毕竟是被陆锦给击毙了 有趣的是老和尚说可惜了 但是可惜的不是李慕璇 而是杀了李慕璇的陆锦 这就很有意思了 之所以之前那么多人为李慕璇求情 真正为李慕璇好的几乎没有 大部分人其实都在为陆锦可惜 可惜什么了 可惜陆锦最终还是没能放下对吴根生 以及权幸那帮人的仇恨 他算是一辈子都被困在仇恨里了 不管是之前的老和尚 还是老天使他们 其实都是很想让陆锦 通过放弃对李慕璇下杀手 从而放下自己对吴根生的执念 可惜陆锦最终没能放下对李慕璇的仇恨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李慕璇提到了吴根生 还说要追随吴根生 这才让陆锦起了杀意 并且最终杀了他 而正在公司进行治疗的陆玲珑 也得到了爷爷杀了李慕璇的消息 估计对此陆玲珑 应该也对自己的太爷没能放下执念 而感到可惜吧 不过他自己身上的问题同样不小 因为被恶病感染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说不定名录的人还会来追杀他 或者直接把他招揽了过去也说不定 最后就是王病这边了 这小子真的不愧是 一直以来都是以恶人形象世人 果然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得出来 在李慕璇被陆锦杀了之后 他立马就盯上了李慕璇的尸体 看来是准备利用巨灵潜将 把他做出自己的灵弩了 只是不知道是用来单纯的趋势 还是想要吃了提升实力 漫画周五正常更新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伙理性讨论切勿较真 后来请大伙理好